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豆河橋 我是鮑伯 我是文恩 嗨大家好,我是鐵心 耶,今天很開心 請到小溪要來幫我們介紹 她喜歡的表餐到一帶的區域 是,那廢話不多說馬上就出發吧 GO 那我們第一站是從哪邊出發呢? 對 第一站呢 因為我想說現在天氣還很熱 所以先去喝一杯咖啡 然後帶你們去我最喜歡的一個表參道的咖啡廳 到了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在表參道站的B3 大概走路 兩分鐘吧 差不多 差不多 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這裡是叫做Nicolai Bergman Normal 然後這一間真的非常的漂亮 你光看外觀就會很想進去了 因為今天室內人比較多啊 所以我們現在是坐在室外TELAS的位置 好 那我們在等餐點來之前呢 想說先請小溪大概自我介紹一下 她目前在做什麼樣子的內容 嗯 好 那我的YouTube頻道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美妝保養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現在是一半的時間在日本 然後一半的時間在台灣 所以我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在日本發現的餐廳啊 或有趣的店 或者是有趣的美妝 零食之類之類的 那為什麼會有就是來日本這個事情的動機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男朋友在這裡工作 對 很合理很合理 對 所以就是為了追愛就來到了日本 她的飲料品項其實還蠻多的 像一般的咖啡啊 或者是茶也有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你可以點他們的這個鮮炸果汁 或是他們的Smoothie 那我今天喝的這個是叫做Flower Power 裡面有 看一下小超 啊 有草莓 蘋果 截骨木 還有香蕉 就覺得蠻健康的 而且它裡面喝起來不會覺得它加很多水 很好喝 我點的是煙燻鮭魚的Bagol 那我點的果子是Aoyama Affair 那加熱豆也是百香果 蘋果 然後奇異果 跟截骨木花 就喝起來酸酸甜甜的 非常的清爽 那它這邊其實也都有在賣花 可以看到它就是 有這種大中小盆 然後有很多 但其實還蠻貴的 所以就是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對 那我們吃完下午茶 接下來要去哪裡呢 其實我覺得表餐道這邊 非常的好逛 就算你是一個漫無目的 只是在這裡散散步 它的氣氛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可以先在這附近散散步 然後看一些小店 如果你們在表餐道這一帶會去哪裡呢 我通常會蠻常去新宿的 因為那邊算是逛街 好逛 然後東西很多 但是它的價位比較沒有那麼高 然後再來就是我會去找哪裡有漂亮的咖啡廳 其實如果像表餐道之外 像惠比壽也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廳 對 大家都可以去那邊逛逛 這兩個地方我都蠻推薦的喔 對 那我們散步完了有什麼其他推薦的地方嗎 其實這個地方我也蠻推薦大家的 其實你們有介紹過對不對 對 這個地方叫Commune Sector 然後我非常喜歡這個 它比較算是一個區域 然後它有點文青又有點時尚 那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很多的咖啡廳 或者是那種美式的餐點啊什麼 它的每一間店都布置得非常的用心 就是非常的可愛 那我們來問一下小溪最喜歡日本 跟最不喜歡日本的地方好了 哇這個問題 要尖銳一點 如果要說最喜歡的話 是我覺得這個日本就是 什麼奇怪的東西都有 嗯 比如說什麼奇怪的食物啊 你想哈 這也有這種口味 例如說最近就很流行什麼 珍珠奶茶沾麵嘛 各種珍珠奶茶奇怪的東西 那你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還有日本奇怪的人很多 超暴富 對然後還有很多店就是 例如說很時尚 或是很好吃的都有 嗯 對生活機能也是蠻方便的 那如果要說最不喜歡的話 應該是 因為我不是真的在這裡工作 不太會接觸到很多日本人 對 可是我會覺得他們的規矩很硬 嗯 就是 會有一種 好像不太能夠變通的感覺 對 例如說我們在台灣 可能有一些事情 會覺得 借這樣就好啊 對對對 對然後 可是他們就是覺得 這樣子就是不行 然後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 有差嗎 對 但是我自己的經驗 是他們會覺得說 我聽到的規則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因為一些邏輯 或一些原因 然後就覺得說 變通一下 那這裡其實算是我一個非常喜歡的秘密通道 然後很好拍照 而且呢 你往上走 它有一區是那個書店 可以看一下 超文心的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到表參道啦 那其實這一區啊 一樣還是有很多漂亮的咖啡廳 那除此之外 這裡還有很多的精品品牌 然後都是那種一整棟一整棟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逛精品 或是想逛精品的話 也可以來這裡去逛喔 好這裡就是Cat Street了 然後這一條其實它有很多的那種超牌店 那除此之外啊 其實你在繼續往直走的話 是可以一路散步到澀谷 然後我覺得就是 都是蠻舒服的一個路線 也很適合約會一整天 那你知道這裡為什麼叫Cat Street嗎 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好,GO 什麼鬼 那這邊呢 其實就有一間很大間的Flippers 應該喜歡吃鬆餅的人都知道 例如說像Flippers Xiawasana Pancake 還有Bills都很有名 然後我覺得這三間比起來 這間算是我最喜歡的鬆餅 所以我覺得它的軟硬適中 然後它也不會那麼的甜 就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也可以來吃吃看喔 然後可以看到我身後的這一個呢 就是Tiffany的咖啡廳 它裡面啊 還有那種像是販賣機 然後可以販賣它的飾品 然後還有一區是直接賣Tiffany的飾品之外呢 然後再進去就是他們的咖啡廳 有一些期間限定的咖啡跟茶點可以吃 好,那其實散步到這邊呢 表餐到就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再繼續往後走就是澀谷 那我覺得這一段路 是我從七八年前第一次來日本 就非常喜歡的一段路 然後我覺得在這邊散步非常的舒服 推薦給大家 好,非常感謝小溪今天介紹這麼精采的行程給我們 那就是在小溪的頻道 也有跟東運走橋合作 會讓女生哇嗨! 嚇一跳的景點喔 是 是 那我是寶寶 我是小溪 我是小溪 大家再見 掰掰 有點卡好像有點不好意思 好,我愛你 是 你 是 我愛你 是 我愛你 你 我愛你